大家好,我是河河妈妈 今天呢,咱们继续来绣这个小熊猫的这一部分 这只鞋垫呢,上面这个黑色我都已经绣完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正面 这个呢,是反面的效果 接着呢,今天咱们就用这只没有完成的鞋垫给大家做演示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绣法呢 就是碰到这种不规则的手针 怎么绣比较好看 怎么绣出来之后呢,背面呢,是竖着的 现在呢,咱们先找好咱们要起针的位置 首先呢,咱们先从这一排给大家起针 起针的时候呢,就是从第一个针眼 就是穿过第二个针眼,然后穿过第三个针眼 然后呢,从线下面这个针眼穿到背面 然后呢,就是从背面这个线下面这个针眼 再穿回到正面来 现在呢,就相当于咱们已经切好针 接着呢,咱们就是按照正常的绣法 先绣半针 绣到这一针的时候,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就是咱们现在呢,还是从线下面这个针眼穿到正面 穿到正面之后呢,咱们先把下面这三针修完 接着呢,修剩下的那半针 还是线上面这个针眼 最后这一针从线上面这个针眼穿出来之后呢 就变到了咱们起针的这一行 然后从这个针眼穿下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还有一针 然后呢,咱们从上面这个针眼穿出来之后呢 这样绣个半针 绣完半针之后呢 这个半针绣出来之后呢,是一个反针 然后呢,咱们直接 从线下面 从这个洞里边穿过来 这一针呢,就完成了 接着呢,咱们把这几针绣上回针 第一个回针 第二个回针绣完了 咱们起针的那一行呢 已经绣完了两个回针 就是这两针 现在呢,线是在这个地方 接着呢,咱们先把多出来的这三针 把它绣完 咱们先绣第一个半针 然后呢,绣第二个半针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还有一针是没绣的 接着呢,咱们先把这一针绣一个回针 然后呢,咱们从线上面这个针眼穿到正面之后呢 咱们在这绣一个反针 接着咱们从线下面 就是这个线洞洞里边 穿出来 接着咱们下面这一针绣一个回针 再穿回到正面 现在呢,就是直接穿到这一行 接着呢,咱们往下绣 线是在这个地方 接着呢,咱们还是绣上面这一排 这是一针反针 穿到正面之后呢,从线下面 穿出来 接着把这一针绣一个回针 从线上面这个针眼穿到正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呢,咱们这儿 落下一针 现在呢,咱们把这一针绣完 现在多出来的这一针已经绣完了 接着从线上面这个针眼 穿到正面之后呢 把这一针绣一个回针 最后再绣这一针 看到反面 从线下面这个针眼穿出来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多出来的这几针呢 咱们都已经绣上了 现在呢,就是按照咱们正常的绣法 把这一部分呢,都绣上回针就可以了 这一部分呢,咱们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正面的这个线 这个线的方向呢,全部都是一致的 背面这个线呢,绣出来之后 也全部都是竖着的 就是咱们说的竖背绣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